再加上V2函数的话 那我就直接在这边点一下 然后找到那个V2函数 那我的LugarValue的话是这个词 查表的话是查这一个表 那要回传的话 第二栏 比对的方式是 完全比对 OK 那查回来就是一个5 按确定 查回来之后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 加上 这里 插入函数一下 看一下 这个日期 Stardate然后Days 几天之后五天之后 确定第2 LugarValue 结果怎么是 确定 看看是不是格式的问题 格式的关系 日期 2012 加上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不需要第2加 不需要把它加进来 直接 按打勾就可以 用Walk Days就可以了 前面不需要再加了 刚很容易跟前面的公司回样 第2的部分不需要加 因为第2已经在这里了 Stardate 已经在这里了 OK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看 两个日期 比较一下 这个是 6月2号 普通键的话 如果说 避开6日的话 那这个地方就是6月4号 6月4号 那再来就是说 其实如果你要更完善的话 基本上呢 这边有Holiday 这个Holiday时就是说 如果有 国定假日的话 像那个什么呢 再来就是端午节 端午节是6月12号 那你就可以 在Holiday里面 给它一个阵列 给它一个范围 那不过这个资料的话 可能要自己要去 人事行政局自己去查了 那你就直接把那个 就是国定假日列出来 列出来之后呢 再把它选进来 它就会把那天避开 所以将来如果你要做得很细的话 那记得就是自己在上网 行政约人事行政局里面就有这个资料 去把它避开 就不会有问题 OK 那这里的话就是 补充 Holiday是打几月几号 还是打那个 总数字 这个Holiday部分 就是你打一个范围 就是你将来 要把那个 日期的清单 比如说列在这个旁边 你就把这个范围 选起来就可以了 你必须有个日期的清单 你就把它选起来之后 它就会把那个清单里面的 日期通通避开 这个细节应该看 之前我们那个sample里面也有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会把这个细节应该看